中国天津滨海新区代表团2月23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合作啃谈会 2月23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联贸军率领的代表团 在美国纽约举行天津滨海新区美国经贸合作啃谈会 向美国政商界人士介绍新区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进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黄平 纽约州众议员Ron Kim 纽约市议员Christopher Marty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胡威 在滨海投资每次企业代表 美国重点行业企业和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 黄明总领事在活动中发表讲话时 特别强调目前中美商贸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更加均匀的关系 让它健康 让两个方面能够活动 每个人都能够活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对中美贸易有多年实际操作经验 与深度了解的迪尔尼 也对中美贸易前景 表示了扎实的信心 在我的工作中的整个域 我想中国人最相似的美国 文化主要是美国区 我认为中国人是很相似的与美国文化的商业 未来 你觉得有更多的领域 中两国还有尖尔尼 这些新造成的地方有很多口律的领域 我认为是的 另外一位特殊的嘉賓是前紐約著名音樂學院容修院長 目前擔任首席中國事務官天津朱利亞學院理事會主席 伯利希先生也介紹了創辦天津朱利亞音樂學院的感受 從1999年就在天津濱海新區投資建廠 開創美國聯合礦產公司天津全資子公司創始人 吉布森也認爲天津濱海新區國際商貿發展 從多方面都存有巨大的潛力 中國有很多可能性 美國的商業都會找到有可能性 中國有很好的人 很多人 所以有幾個空間的空間 而紐約天津總商會會長劉虎女士表示 天津濱海新區貿易代表團是在疫情之後 第一個來美進行招商引資活動的商業代表團 雖然這次活動僅僅是為尋求合作招資的機會 但是也是為今後長期的中美地區性商貿合作的實質性推廣 活動最後天津濱海新區商促局與美國天津總商會簽署了合作協議 肯談會後仍有很多企業在會場外與濱海新區代表團進行交流 就產業合作 人才交流 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探討 企業家們紛紛表示天津濱海新區良好的投資環境 給企業投資新業提供了有利的機遇 願近期赴天津濱海新區進行投資考察 鳳凰卫視旁著張兆宇 永夜報導